評議會第13次緊急會議就應否發動 香港大學學生會應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全民投票的議題進行討論 多名評議員認為校內對於退聯一事有一定程度的關注 評議會遂於在沒有任何反對下通過啟動有關退聯的全民投票 唯有評議員擔心舉辦日期過於闖絕 未能令大部分同學了解議案的內容 即使跟GP的距離真的只有十多天 如我們搞一個編集中央幹事會的一些選舉宣傳期 都會有差不多一到月的時間 但為何我們一個這麼影響深遠的GP 為何可以十多天的宣傳期就足夠呢 我不是網絕比報說我們這十多天做不到任何的工作 而是究竟是足不足夠的 退聯關注組發起人認為他們的宣傳組已展開 不同意延遲公投的舉辦日期 我們這次不單止有寫棚探訪 亦都有關注不同的傳媒受講 或者上一些節目表達我們的立場 宣傳由十二月底已經開始了 大家可能會質疑 這是我們單方面的宣傳 即是沒有學聯合那方面的回應 但我就想反問一句 如果學聯合那方面沒有回應 為何我們不需要承擔這些投稿呢 為何我們要遷就它 去延遲公投的時間呢 關注組發起人亦表示 全民投票和周年大選同期舉行 可以推高投票率 參與投票人數一定會在周年大選一場搞 是最多的 普遍同學關心的 即是可以趁著在Polling的時候 又會問候選人對著這件事怎麼看 那麼我可以獲釋到 接下來這兩個禮拜 無論在傳媒上或在校園上 都會得到最大的討論 最終評議會在17票贊成 16票反對 兩票棄權的情況下 而簡單大多數通過全民投票 在2月9至13日舉行的安排 會長兼港達學生會駐學聯首席代表梁麗國 同時重新學聯代表團 並沒有在這件事上採取一個 跟退聯關注組絕對相反的立場 在學聯的會議裡面 都曾經有其他院校的代表 是有提出過 是否用學聯名義出一些文宣 是宣傳說不希望港大學生會推出的 當時我是因為覺得 港大學生會的 即我作為港大學生會的首席代表 是不適合去endorse一個這樣的立場 去說同學去表達他們的意見之前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斷定 就是港大學生會都認同 港大學生會不應該退出學聯 因為這是logical fallacy 是的 所以我當時是拒絕了接受這個提議 很有可能是根本就沒有一個partie 是應該要存在著一些正方的意見 即可能說不希望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 拍完電視記者 吳穎軒報道 提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